HELLO 大家好,我是JC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為Olympus 751.8這顆鏡頭所設計的專用伸縮型遮光照 那這次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為了這個遮光照特別訂做了一個專用的收納的鋁盒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的盒子 OK,那現在來跟大家一一介紹內容物的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前蓋的部分 前蓋的部分的話是屬於一個選購的項目 到時候大家可以決定就是只單單購買伸縮遮光照的部分 或者是要連前蓋一起加購 那前蓋的部分等一下會再跟大家做詳細的介紹 OK,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到裡面內容物的部分 先來跟大家介紹如何安裝我們的遮光照本體的部分 那這一次安裝的方式會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751.8這顆鏡頭它本身是沒有卡榫的設計 那所以到最後它的安裝方式會跟一般卡榫式的設計的遮光照比較不同 那最後會需要用到有螺絲的部分 那至於螺絲起子的部分的話大家不用擔心 到時候JC會在每一個盒子裡面都附上一隻小型的螺絲起子 方便大家安裝 OK,那接下來就是取出我們的751.8來開始進行安裝的部分 第一個步驟我們先將伸出遮光照的前面的四環取下來 就是簡單的拔起來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把裡面的內環取出來 簡單的推出幾個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就是 將我們的內環來套在鏡頭上面 這個部分要比較注意的是 這個內環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安裝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裝反方向 那我們安裝方向就是依照 我們的內環上面會到時候會有一個箭頭的指示 那鏡頭指示的方向朝上 就是我們要安裝的方向 OK,那我們將內環裝上去之後 確認它可以牢固的卡在我們鏡頭上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將我們的外環套上 那我們外環在套上的部分的話 一定要注意就是 它我們的 我們按照我們的內環的形狀 它的上下是屬於比較扁平的形狀 那我們外環也是一樣 同樣形狀 我們就按照它的方向把它裝上去 OK,那套上外環之後 我們可以先簡單測試一下 確定可以順暢的滑動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將我們的前面的四環裝上去 那前面的四環的話 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 它有兩邊各有一個螺絲的鎖點 那我們到時候就是把螺絲對準我們 遮光罩它兩邊的螺絲孔 來安裝上去 接著就可以用剛剛一開始附的螺絲來鎖上 那我們在鎖螺絲的時候 要比較注意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遮光罩的材質 本身是接近塑膠的材質 那我們螺絲再鎖到有停止的感覺就可以了 那千萬不要用力鎖過頭 那這樣可能會導致崩牙 OK 兩邊螺絲都鎖上之後 我們再來拉動一下遮光罩 確定可以順暢的運作 那基本上安裝就大功告成了 OK 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鏡頭蓋的部分 鏡頭蓋的部分大家可以選擇 使用原廠的鏡頭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選擇 另外推出的一個多功能的前蓋的組合 那這個多功能前蓋組合的話 當然一定有它基本功能 就是前蓋的部分 那它就是簡單的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多功能前蓋的另外一個功能 這個多功能前蓋的它裡面內部的一個試環 是可以取下來的 那取下來的方式就是簡單的往後退就可以了 取下內環之後 我們便可以安裝上我們的另外一個 去為散景模組的部分 那安裝的方式一樣很簡單 簡單的把 它主體的部分套上 那只要聽到咖一聲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可以取出 我們去為散景的一個散景片 安裝方式一樣很簡單 就是簡單的從後面套上 這樣就可以使用 去為散景模組的它的使用拍攝方式 就是直接將我們的鏡頭蓋套上去 然後保持伸縮在縮起來的狀態 接下來就可以拍攝 那因為這個我們遮光罩 我有設計它可以旋轉的功能 所以我們到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依照你需要的方向來調整 我們的一個散景的角度 要替換散景片一樣也是非常簡單 直接把它往後退出 再安裝上另外一片 就可以開始使用 如果不用散景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 我們原本的前面的一個裝飾的蓋子 再套回去 那它就會恢復成原本的前蓋的功能 那前蓋這個部分的話 JC是有打算之後可以推出一個客製化的服務 可能可以讓我們購買的朋友可以選擇 就是你要在上面刻畫的一個字 像比如說是你的英文名字 或者是對您具有紀念性價值的文字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對於 75 1.8 這顆鏡頭所設計的 專用的伸縮遮光罩的一個組合的介紹 謝謝大家